不过今年疫情称极了各个产业 曾经专家谢金可就说了 从第二季财报比较意外的是 您发现了像是华航 它的获利件是超过24亿元 明明在这么低的载客量竟然还可以赚钱 就是因为靠得他们把18架的全货运机 来弥补没有客人的损失 透过疫情下翻转的经营模式还有饭店业 如果客人不来住饭店 他们要怎么赚钱呢 像是少数赚钱的金华 他们要做的是城市旅游 以及本来专做路客精品的保得利 现在也靠着副业 他们卖且是高档烧肉 安格斯牛小牌放上烤网 粉嫩肉色油花均匀 这家烧烤店是业者拼转型 疫情下的营运转机 刚好遇到这个疫情 但是我后来想想也不行这样子放着 因为刚好你任何一家新店 都必须都要有培训 或者是让他们熟悉整个店的动线 开启烧烤店 保得利本来做路客精品专卖 近年路客已经减少 又加上疫情冲击 连开到马来西亚的购物店 都同步暂停 专心投资餐饮 力拼挽救本业 财经专家谢金河解析 疫情影响第二季靠观光的 机场免税 含路客精品专卖店第一惨 旅游饭店航空也苦撑 但指出华航第二季 获利24.59亿元 堪称是最大惊奇 疫情冲击 客运减靠货运转 华航18架747-400全货机 呈重要支柱 载运量大是优势 原先耗油的缺点 也因为国际油价下跌 成本降低而受惠 旅客要回复的空间很小 机队规划上面 747-400的货机 它的承载能力是比较大的 变成了在这一波疫情中 可以大量运送物资 运送一些器材的工具 欢迎登船 饭店当成邮轮经营 一片哀嚎的饭店业 唯独精华站 从商务饭店转型成城市休闲 不过第二季 税后经历0.87亿元 有赚钱 但依旧是同期低点 疫情还没结束 成一转换重心 救业机 三星期订阅 下集完